大家好,我是邱慧芳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四十二十太极拳第三十个动作 须部压长和三十一个动作 独立托长 下面请看一下演示 开始 好,独立托长和我们前面的这个须部压长的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还是有一点变化的 这两个动作都不是很难 也是一个转折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还是先把我们这个上肢动作一起学习一下 两腿分开 好,我们首先做一个穿掌动作 好,首先是我们做须部转身的一个压掌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左手向上 手心的变化不用变啊 还是手心朝上 手心朝上 对,左手手往上走 右手随之往下拉 拉到哪里?拉到腹前 还是横着拉 对,就是手不变 手型不变 刚刚是什么样的手型 现在还是什么手型 只不过是高低 有变化 左手往上 右手往下 好,接着 左手在头上 由刚刚的手 手心朝上 慢慢地变成 手心朝下 横着过来 就是这个掌心要朝下 但是手是横着的 好,然后我们刚刚的下面的这个横掌慢慢挪到我们大腿的外侧了 也就是我们变成手指尖冲前 同时我们左手的横掌上下压 左手横掌往下压 就变成左手是横掌 手心朝下 右手呢是手指尖冲前 左手刀 左手刀向前 左手刀向前 右手刀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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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一次 好,左手向上 拉开 接着掌心朝下 横掌向下 好,接着我们做独立托掌的时候 我们这个右手手心向上翻腕 拖起 那么同时我们的左手呢 直接放在掌心朝外 直接放在我们身体的左侧 好,两个动作同时 右手翻腕 左手向外 好,拖起身体朝左侧转动 对,拖起来以后呢 身体要舒展大方 我们的手呢 手指尖略略的往上一点 不要完全平着 或者手指尖冲下 要略略向上一点 手跟这个臂的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弧度 好,那么我们再从这里开始 右手翻腕 左手向左侧拉起 身体左转 拖掌 拖起来 好,那我们把这两个动作 在上肢动作连贯地做一次 左手向上 右手往下 左手手心朝下 按掌 往下压 好,右手 转腰 拖起 对,这个是我们的上肢动作 那么我们的脚下的动作呢 我们刚刚是一个公布 是一个公布 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做手 光是脚下的 公布我们高一点姿势 好,然后呢 我们重心回坐 扣脚 转腰 转体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转过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180度的旋转 所以我们不光是扣脚 扣脚是为了更好的转腰转胯 所以我们这里扣脚多扣一点 不要只是扣到90度 90度不够 要再多扣一点 随着身体转过来 重心移到后脚 也就是左脚 然后前脚脚跟抬起来 从我们要活一下 下步就把步子挪动一下 好像成一个虚步的一个姿势一样的 好,我们再做一次 还是脚上的动作 公布 回坐 翘脚 扣脚转身 好 移重心 收脚 虚步 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做提膝 独立提膝提起来 好,我们连着手一起来 我们高一点姿势 好,回坐 翘脚 同时我的手一上一下 对 两个手拉开 扣脚转身 我的掌心开始朝下了 掌心朝下 好 接着虚步的时候 我们掌往下压 压掌 对 我们记住 正面看我们的压掌 左手呢 横过来的掌 跟自己的膝盖肩差不多的 这盖在我们膝盖上 右手呢在胯旁 对 好 接着我们的右手 翻腕 提膝 独立 对 好 我们从正面看的时候呢 看我们的须部啊 压掌 然后 看我们的手 先脚不要动 先须部做好脚 先做手上动作 什么时候做提膝呢 手托 脚就提膝 好 一起来 走 手 手上动作先做好 好 提膝 脱掌 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做到上下肢相熟了 好 下面呢我们再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次 穿掌 穿掌 好 移重心扣脚 两手分开 手腕向下了啊 手掌心向下 压掌须部 好 翻腕 走 提膝 脱掌 非常好 那么我们再做这个动作 因为提膝独立又是一个平衡动作了 所以说你看我们四十二十太极圈 有很多的难度动作 有很多的独立平衡的动作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还是要进行加强 今天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 让我们健身动起来